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用點心做點心 自己動手最開心 歡迎收看今天的 用點心做點心 我是主持人瑋瑜 常常我們會喜歡 在自己家裡做這一些美食 其實期待的就是有那一種 剛出爐 然後熱騰騰 這樣子的一個現做口感 所以從這一集開始 其實我們就要展開 一連串系列 很符合這樣子 剛剛出爐 熱騰騰的 這過去你可能要去 酒樓 或者是港式飲茶 這樣子的地方 才能夠去享受到 非常多豐富 剛出爐的那一種口感 但是其實這樣子的 港點系列 我們自己在家裡 也可以動手做 當然要請到大師級的人物 所以讓我們一起來歡迎 麵食達人 麒文老師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麒文 麒文老師 你做的麵點 一直都好受我們觀眾朋友的歡迎 謝謝 對 因為其實麵點這件事情 就是還滿多功夫的 有的要Q 有的要薄透 有的要滑 要軟 要嫩 對 所以那個就是取決於說 我的麵 麵的這件事情 我怎麼樣去抓好它的 每一個要呈現口感的比例 是 就是一些比例的原則 還有如何拿捏 譬如說在揉的揉鏡當中 如何把它拿捏好 有時候過語不擠 你知道嗎 揉過頭的時候又發現 太Q彈了 你知道嗎 太硬了 你知道嗎 不夠的時候又覺得 怎麼今天做吃起來 這個口感不太好 所以要記得觀看我們的節目當中 仔細看老師每一個步驟 每一個呢 當然成品都會非常非常地棒 也非常非常地好吃 但是如果是在港點的領域當中 一般港點去呈現出的麵食 大概都是什麼樣的口感 其實港點的麵食跟我們台式的點心 真的有點不一樣 你知道嗎 港點的味道其實會比較偏重一點點 各種方面的部分 譬如說 譬如說在港點的部分 它的顏色 或者是味道 或者是風味 像等一下我們要操作的點心當中 台灣也有做 但是它顏色比較淡 它的味道也比較淡 但是在港式來講的話 它的風味 還有調味 各方面的顏色 都基本上都比較深一點點 很期待 所以老師趕快來幫我們公佈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 其中這個厲害的港點是 港式馬拉糕 馬拉糕怎麼做呢 先來看一下材料有哪些 3D 我們看到所有材料在前面 比我想像中的多 老師 因為它蛋 然後還有奶香的比例 然後甚至是風味的來源 這些材料很多 是 因為其實要好吃的作品當中 它的東西會比較複雜性高 尤其是以這種 港式的馬拉糕當中 我們在經過改良它原本的風味 譬如說它的奶味更加地濃郁了 所以就加了奶水 對 就是一個純奶水 台灣來講的話 台灣也有馬拉糕 也有 譬如說你去早餐店 對 就是那一些比較傳統的 它有提供馬拉糕一塊一塊的 它裡面可能就是純水而已 所以味道就會比較清淡一點 港式的都比較濃郁 所以很多東西加在一起 你看還有奶油 還有起司粉 加在一起的時候 這個味道的濃郁度跟深度 真的非常非常地好吃 好 那我們就一邊來做 可是其實過去 大家對馬拉糕的印象 可能都是一大塊一大塊 是 我們今天其實就可以 因為家庭 你也可以準備這種小的 這個算是 烤貝的烤模嗎 對 這個就是 不管你用烤的蛋糕那種烤模 小蛋糕的烤模 你用真的其實也非常地合適 以往當中我們做的馬拉糕 都是一大塊 然後切好幾塊對不對 對 然後吃不完的時候 老師思考很久就是說 其實這樣子一個一個杯子大小 剛好就適合我們今天 想要吃的一份量的大小 你做完當中 你可以把它封起來放在冰箱 你想再吃的時候 再拿回去回蒸這樣就可以了 就更方便了 好 所以我們今天做的是 個人版的馬拉糕 好 那就一邊叫大家來做了 是 好 那首先我們把這個 我們的麵粉 麵粉 對 低筋粉跟泡打粉 泡打粉 一起過篩 所以它今天馬拉糕的發是來 是靠泡打粉 它不是發麵的那一種發 它不是 所以很多人都會搞錯的 就是他在家裡自己做 這個馬拉糕的部分 他把它做成像蒸蛋糕 蛋糕 把蛋打發 事實上來講 蒸著馬拉糕 尤其是港式的當中 它不是靠蛋打發去蓬鬆的 它是靠泡打粉跟小蘇打粉 所以它的口感當中會比較紮實 所以如果你做錯的時候 你會把蛋給打發 你說能不能這樣 也可以這樣 你連泡打粉都不要下 但是那個有點像 蒸蛋糕 不是馬拉糕的口感 對 因為蒸蛋糕的話 那種口感是鬆鬆的 比較輕柔 好像就沒有那個勁道了 是 對 所以很多 譬如說 在電視機的觀眾朋友 在家裡他自己就有可能做過馬拉糕 但是他是以蒸蛋糕的方式去做 他把蛋跟糖把它打發 然後再把其他東西拌進去 做出來那個指定 又覺得非常非常輕盈 沒錯 但它是蛋糕 不是馬拉糕 它不是馬拉糕 好 這邊老師做的動作 就是把我們的粉類 就是包括我們的麵粉 泡打粉一起過篩 是 所以泡打粉 只要碰到我們的粉 放在一起就要一起過篩 因為怕等一下 拌進去的時候 沒有均勻 所以它可能在馬拉糕當中 可能你會覺得 第一個為什麼脹了 第二個沒有脹 所以如果我們沒有過篩的時候 就有可能會在這個地方 它泡打粉集中在某一處 過篩完了之後 來 我們先放來旁邊 好 接下來我們要打我們的 這些麵糊類的主要東西了 好 首先奶水跟 奶水 奶水 對 然後下來 而且我們今天其實刻意加重了 蛋黃的比例 是 以往的馬拉糕 就是純蛋的話 它的一個蛋的行為會太重 所以我們今天特意加重了蛋的比例 好 好 這時候奶水 也要先跟砂糖拌均勻 如果你用機器打的時候 就可以像我們節目一開始 所介紹的就是說 你可以把它全部都拌在一起 用機器打你就沒有關係 因為你全部材料都混在一起 這要確保有過篩 全部材料混在一起 你讓機器就是 攪拌均勻 20分鐘你就可以去看劇 追劇 再回來驗收就好 可是如果你今天用手打 畢竟我們手沒有機器動得快 所以你要必須 液體跟砂糖要先拌均勻 如果你蛋先加進去的時候 它就會被蛋給包覆 比較難攪散 單純就這樣而已 就會有順序的差別 沒錯 但是用機器就沒有差了 因為機器它可以 速度非常快 非常耐拌 我可以糖也換成 比如說黑糖或是紅糖 黑糖糕 就好像香味道了是不是 對 黑糖糕 對 我們也希望 在做麻辣糕當中 它的顏色會金黃色以外 會有一個淡淡的香味 但是我們又不希望 這麼地重 對 如果是台式麻辣糕當中 它可能二砂它就用 白砂糖 所以老師在一開始的節目當中 就跟各位講說 港式的味道都偏重 顏色也偏重 糖要拌到融化嗎 不用 把它大概稍微拌一下 拌均勻就好了 好 都拌完了之後 我們要加蛋了 你說全蛋一起加 還是蛋黃都沒有問題 可以一起下去就好了 這樣蛋黃的比例是 幾乎是雙倍 對 來 老師 沒關係 先把它拌均勻 一起下沒關係 分開下都沒關係 只是比較好拌就好了 拌一下再下去 全蛋 蛋 對 如果你用手拌的話 一開始你把蛋跟砂糖 混在一起的時候 它會去包覆 所以妳等一下 妳就很難 糖就不好拌開 沒錯 妳拌的時間就會比較久一點 我們今天大概 如果是這樣子一杯一杯的話 醬成麵糊大概可以做幾杯 大概可以做8 所以量滿多的 6到8時間 滿滿多的 如果小家庭的話 我是不是可以把分量減半 沒錯 對 就可以 你就大概做4個的量就好了 是 但是這個麵糊你可以 做完當中 你可以不要立刻去蒸 如果你說老師 我就想要吃那個 現蒸出來的 沒問題 你可以把它放著 用多少吃多少 然後保鮮膜封起來 然後要蒸的時候 再上下拌一下 它大概可以放大概兩天 也沒有問題 放冷藏嗎 冷藏兩天 那這樣就滿方便的了 是 好 確定都拌均勻了 好 我們要加入小蘇打粉 小蘇打粉 小蘇打粉的作用是什麼 跟泡打粉也是一樣 都是一些讓它能夠脹的 脹的一個 宏大劑 宏大劑 是 那你說老師 為什麼要加小蘇打跟泡打粉 同時要兩個 因為如果你加一個時候 它的 麻辣糕它有一個特性 就是它脹上來的體積 其實非常非常地大 對 兩種的脹的發跡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但是我們添加的量都不會太大 所以會要讓麻辣糕務必就是 因為我們不是靠蛋打發的 要讓它脹得很高 很挺直 這樣子 所以這有一點像是 以前小時候媽媽在吹 花柜的感覺對不對 是 就是 然後讓它是脹得漂亮的 脹得漂亮 對 好 我們剛剛有加入香草精 香草精 香草精小群 就看個人 如果我們觀眾朋友就是 比較在意的話 沒關係 也可以用香草夾都可以 所以你看它的各方的香味 它要有奶香 要有奶油香 要有蛋香 有起司的鹹 然後還要有香草的味道 所以它還沒做之前 我們就可預測它的味道 非常濃郁也非常地香 接下來我們要把它粉 給拌在一起了 好 那你幫我慢慢倒一下下 這個粉我們是剛剛 已經過篩過的 是 對 你看老師並沒有把蛋給打發 完全蛋當作就是一個 液體的媒介來拌容 我們的食材而已 所以我打的時候也 也不能太大力 不要讓氣泡跑進去 對 我都是在拌而已 所以我沒有再把它打 好 這時候我們慢慢慢慢 把它粉給吃下去 然後拌成麵糊 所以我們現在在拌的過程當中 我們把奶油放在水裡面 隔水加熱 讓它能夠融化 所以奶油是要融化的狀態來拌 然後我們麵糊拌完之後 我們就加入奶油跟起司粉 起司粉就是 是義大利麵的那一種 原型的那一種 那個叫什麼 帕瑪森嗎 帕瑪森 對不對 不是那種一條 那個披薩 一絲一絲的那一種 不是 對 那是披薩拉拉絲的 這個是起司粉 帕瑪森的 就是一大塊有沒有 然後會在那邊跑跑跑 或者是你買披薩的時候 多跟它要幾包 然後大概來湊一下 這個量可能妳要 Pizza要多買一點 對 可以蒐集一下 好 慢慢 我們把它粉給拌進去 像這種起司粉 我如果家裡是那種 整塊的起司 我把它刮下來 也是跟起司粉是一樣的嗎 不是刮 就是你要用那種像磨的 磨 磨薑板那一種 沒有磨薑板 那也是可以取代的 對 妳要磨 好 我們再把那一部分加進來 好 我的麵粉 材料大致上 我來幫老師拌一下 奶油 這樣 妳會覺得麻辣糕最困難就是 把材料給拌均勻 拌均勻 因為每一個材料的量都不少 是 對 然後你其實 如果沒有用攪拌機用手拌的話 其實沒有辦法太快速地去拌勻它 沒錯 好 我們現在已經攪拌到這個 麵糊一定沒有麵粉的顆粒了 好 那我們準備來加入 我們已經融化的奶油了 奶油 是 全部加下去嗎 慢慢加 因為它是熱的 因為我們裡面有蛋 所以千萬不要就是一口氣 把它加進去 倒成蛋的凝固 那就變成說 蔥蛋蒸蛋 那你奶油其實在融的時候 也只是融化就好了 也不用說讓它到很燙的狀態 因為我們沒有很燙 你看我還可以用手拿這個 好 我們奶油倒完了之後 就把它攪拌到均勻 把這個奶油能夠吃進去 對 加熱奶油會有一種奶香味 對 而且非常非常地柔順 而且好亮 整個麵糊變亮 好 接下來都翻均勻了之後 我們就要加起司粉 起司粉 對 很多人喜歡在吃義大利麵的時候 加入大量的起司粉 大量起司粉 好 其實一樣 把所有的食材拌勻之後 基本上我們的麵糊 大致上就完成了 這邊我們就把我們的蒸籠也準備了 然後等一下滾了之後 第二段回合 我們去教大家怎麼樣 做接下來的步驟了 休息一下 稍後持續回到 用點心做點心 要享受熱騰騰的麻辣糕的話 接下來我們就要告訴大家 蒸的訣竅了 麒文老師 我們這裡要蒸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技巧可以掌握 有 就是把火開到中大火 就可以掌握它了 全程都是要中大火 是的 好 所以我們剛剛已經有 讓水是滾的狀態 不能是在冷的時候 放進去蒸的時候 不行 它有可能在受熱的時候 泡打粉或小蘇打在收熱的時候 很緩慢 熟的時候就定格在那邊了 所以你一定要在 譬如說很高的溫度當中 把它放進去 它會一口氣就膨脹到最高 這個要記得對不對 是的 好 如果我是用大銅電鍋蒸 那個原則就是 你只要水蒸氣冒出來 放上去就對了 所以用電鍋也是要先 等它熱了再放下去 千萬不要是說水都沒有滾 電鍋也是一樣 然後你就把東西放上去 然後就在裡面 慢慢慢慢地溫度上來 這樣可能我們的口感會比較不好 會有點像那種 這個要注意 好 這邊我們就要讓它來入模了 是 好 那我們就把它倒進這個模 倒進模之後大概7分滿 到8分滿左右 不要倒全滿 全滿因為它還會脹 好 那我們到這一個 我們稍微轉一下 讓觀眾朋友可以看得比較 仔細 大概是7分滿 就是如果說是像這樣子的模子的話 你就是 到邊邊 對 到那個餡的 那一條餡的下面 是 對 好 好濃稠 剛剛齊文老師有說 如果你一次吃不完這麼多 你就是麵糊把它冰冷藏 沒錯 對 好 我們把它倒完之後 它不是蛋糕 所以記得你要把它倒進去之前 有時候怕小蘇打粉 或泡打粉會沉澱在底下 所以你使用之前 一定要大概上下面糊 把它攪拌均勻再倒 對 它不是蛋糕 所以你不要倒完之後 去把它敲 不用敲嗎 對 你把它把空氣敲出來 因為我們不是靠這個 蛋把它打發的空氣 去做它一個膨脹氣體的部分 所以你不要去敲 因為你一敲可能它連這個 都破碎了這樣子 好 剛剛我們現在已經是冒出蒸氣了 對 好 所以現在這個狀態 我們就可以讓它放進去蒸籠裡面 好的 沒問題 好 把蒸籠蓋打開 你要放進去的時候這時候 為了你的安全你可以先 這時候你可以關小一點 沒關係 好 我們先把這個 這個放進去 好 OK 然後 對 我很怕這個 我們很多觀眾的朋友就說 老師 我一定要照你的方式 全程都大火 結果進去的時候燙上 沒有了 在放的過程當中 放完之後就長大火 放完前要大火 放完之後大火 但放的過程當中 只要維持這個 小火這樣就好了 好 我們大概要蒸多久的時間 大概馬拉糕其實它 口感比較紮實 所以它要蒸滿大概20分鐘 到25分鐘 所以我們都會抓25分鐘 你說老師 那麼小的一個 它不是輕盈的 它不是蛋糕體的 非常輕盈 所以很快就熟了 它是比較紮實的 所以大概要蒸25分鐘 25分鐘 中間都不能開蓋嗎 中間不用開蓋 好 所以就花一點耐心等待了 持續休息一下 稍後回到 用內心做內心 我們來看看最後的成品 老師 這前面其實就是 蓬得非常漂亮對不對 是 會像一個山丘一樣 這樣上來 對 好挺 然後你看我們旁邊 其實有把它切開來 它其實算是 比較細的一個孔洞 是的 對 跟我們看到一般 就是像蛋糕這樣子的 蓬鬆度是不一樣的 沒錯 對 然後你看它是有彈性 會回來 對 它其實會回來 所以這就代表說 我們讓它去長高的空間 是非常地漂亮的 是的 對 好 當然自己在家裡做 要享受鋼出爐的感覺 就是像這樣子熱騰騰的 但是太燙了 我要吹吹 在這之前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要教大家做的 港式麻辣糕 所要用到的材料 還有哪一些做法提醒 港式麻辣糕的材料有 低筋麵粉 250克 泡打粉 7克 奶水 110克 二砂糖 225克 蛋黃 100克 全蛋 200克 小蘇打 2克 奶油 100克 起司粉 30克 以及香草精 3滴 做法的部分 將低筋麵粉 泡打粉 混合之後擴篩備用 接著將奶水加入 二砂糖 蛋黃 全蛋 小蘇打以及香草精 攪拌均勻 低筋麵粉跟奶水液體混合 拌勻成麵糊 再加入隔水融化的奶油 以及起司粉 拌勻成麻辣糕糊 做好的麵糊倒入蒸碗 至7分滿 等蒸籠水滾之後 以中大火蒸25分鐘 即完成 剛蒸好的 我們要來看看它的組織度 有沒有像我們剛剛預期的一樣 非常地柔軟 對 熱的其實比較鬆 有點燙 好 對 然後你甚至看到它 它其實還會有細細的 好像我們在吃包子饅頭的 皮的感覺 所以麵粉 它其實還是會有一些延展性 跟我們過去是做米的那種 就是花粿是不一樣的 延展性是不一樣的 對 好香 就是充滿了奶香 蛋香 是 其實你雖然看到它的組織是細膩的 可是吃起來 我覺得熱的是鬆的 那涼掉之後 它會比較有彈性一點 更紮實的口感 所以像這樣子如果說 我要最佳口感是像老師說的 我麵糊冰藏起來 然後要吃的時候再蒸 還是說我一口氣把它蒸好 再複熱呢 其實就是要 最好吃的就是 你要吃的時候再去蒸就好了 這當然是最好 所以複熱狀況當中 它一定沒有立刻蒸出爐的 那麼好吃 很好吃 你看我就是一直想要 而且這樣子一個 我覺得一個的份就是 你剛剛好 你可能一餐或是當做早餐 當做點心 然後你其實就可以把它吃完 沒錯 然後切開來 我覺得那一大塊 也有一大塊的感覺 可是切開來 如果說你沒有吃完 再去敷熱 我覺得那個麵 有時候就會覺得 有一點乾乾的 是 對 這樣子剛一口氣蒸好 我覺得它中間的濕潤度 也是非常地棒的 剛蒸出來的時候就最好吃 非常地柔軟 但是又有這個口感 對 而且整個奶香 蛋香 然後還有 淡淡的起司的味道 自己在家裡 也要做做看 因為你就可以享受 現蒸出爐的口感 今天謝謝麒文老師 謝謝 也謝謝觀眾朋友收看 我們下禮拜見了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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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下個讚 , Holly,ź, ,- - ,- - - -